崩潰狂後襲警 吊尬男 重拳出擊 猛抓圓警警部 奮力褶紮 怒瞪圓警 吊尬男就像失去理智一樣 瘋狂飆罵職員警力 猛然從後方中壓 無人合力壓制連辣椒水手銬都用上了 最後吊尬男臉著地 被警方大自行鋪倒壓制在地 對 他那個喝酒鬧事 從KTV出來這邊鬧事 前天他做生意啊 三進三出 亂七八八 一拳他就倒了 那個阿兵哥很厲害 時間倒回幾分鐘前 4號凌晨 男子推倒停放在超商門前的腳踏車後 就衝進新北市永和街間超商大鬧 但才鬧沒幾分鐘 就慘被電源趕出門 兩名員警獲報後趕到現場 但不敵對方酒後滿力 豁速呼叫支援 不要吊尬男越忙越暴走 不僅大爆出口還襲警 伸手猛抓女警警部 一旁員警見撞趕緊勝前壓制 一虎人扭打在一團 後方員警抓緊時機 趁亂一個飛撲重壓 才忠於制服 失控罪憾 被帶的女警脖子手臂有多處紅腫 好在沒有大礙 但超商好客襲警事件還記憶猶新 如今又有罪客鬧超商 發狠抓傷女警 也讓人感嘆人民保姆真的難為 解章是美麗財山財務報導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街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